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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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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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篇介绍词大概已经被滚垮烂熟了 对没有错 相当多的头衔 先前我们也讲过了 世界上最早的台名赛冠军得主 最年轻的选手 97年的时候已经21岁 21岁的Ronnie O'Sullivan 对上的年纪大概比他大两倍多的Nick Varner 对两倍以上 如果按照年来推算的话 Nick Varner当年差不多是49岁 大概50岁左右 当然了欣赏这场比赛的话 我们顺便可以欣赏到Nick Varner 这个扭一点点颤抖的一个粗杆 这个可以堪称一绝 抖是抖但静是照静 对没错 另外一点我想可以给电视机前面朋友们做个参考 就是大家可以来注意看一下这Moscone Bay的场地 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布置的更加的漂亮 对这个主办单位一直在动脑筋 好那么Nick Varner首先 这个比球赢 因此呢 获得了先攻权 但是冲球却没有球进 不过 虽然说冲球没有球进 不过Lonio素人也没有什么好枪子 我们看到一号球在 左上角 那么前方有带口 而且母球也不好下杆 Ronio Sullivan 21岁已经快满22岁了 97年的时候 他是1975年出生 但是呢 他这个出生的月份 尤其是在年尾的时候 好我们看他尝试想要打一个组合球 但是 但是没进 没进的结果留下了一个呛死了 这个球应该算呛死 这个球 如果说要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组合球 那么 碰 碰4号球碰得太薄了 那么现在Nick Varner 获得一个进攻机会 我们看到2号球在左下角 这个 看他选择的灌球 为什么选择灌球呢 有可能是薄球不够薄 或者是说呢 你打薄球之后 母球不容易控制 那你打灌球的话 这个母球 要做2号球就比较简单了 好直接拉干 来做3号球 底带 那也是一样 这个4号球也是在左边 所以说母球还是必须要回到球台中央 好那么现在这个4号 我们看到他这个4号球的力道 稍微轻了一点点 所以说现在4号球的角度大了 所以说现在母球有可能必须要横抬两颗星 那么横抬两颗星的话 这个 这个范围必须要在这个7号跟8号的中间 就看看这个力道的控制 7号 哎呀过头了 过头了 过头了 这个等于是多走了 多走了差不多一尺半的距离 如果说少走个差不多一尺的话 这个4号球就刚刚好在7号球跟8号球的中间 刚刚好就是一个chance 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再重新看一次 这是一个力道判断的一个错误 这算是力道判断的错误 当然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他判断对 但是出竿的时候这个力道的使用 这个 这个错误 这当然了 因为一开始 一开始对这个球台的一个速度 还没有完全来适应的话呢 当然很容易 很容易犯下这种错误 这是难免的 哎 我们看到他选择了跳球 打算要把母球跳过这个拔好球 哎 跳是跳过了 但是 但是不够準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Nick Varna 他的个子并不高 大概顶多 顶多是 可能还不到170 这个他在美国的这个选手里面 算是个子比较矮的一位选手 所以说 所以说他刚刚这个跳球 对他来讲 我们看到他把腿 抬到这个球台上面 所以说 这个对个子矮的选手 跳球是 并不如说比较不好 就是说在准度的秒准方面 是比较吃亏一点 那么个子比较高的选手 当然在瞄准方面 就是比较占平 是 好 那么当然 留下楼 这个 对 对 Noniuswin来讲 经过了几年的 这个9号球的磨练之后 现在对他来讲 这个再加上他的准度 这一切都很简单 看看一开始笑得春风得意的样子 跟观众互动 当然了也搭配了现在 在比赛的 对 对 对